作词 李宗盛 是无垠的 看划破星空的流星 看仙云弄巧 看银汉迢迢暗度 看这个世界未知的浪漫 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天体 月亮是围绕地球旋转的球形天体 同时呢也是地球的天然卫星 银河是横跨星空的一条乳白色的亮带 这些都是充满着无限魅力的神秘天体 而我们生活的这颗蔚蓝色的星球 更是有着许多未解之谜 在祖国西南的苗岭深处 贵州省平唐县大窝荡 有一座世界最大的单口径的射电望远镜 500米口径球面的射电望远镜 这口庞然大窝从构想 选址建造 调试 科学成果产出 堪称是一次艰苦卓绝的 现代科研的长征 天眼的诞生 让人类向往宇宙深处的神秘 地带探索的脚步 迈出了更为开阔的一步 这也意味着人类投向宇宙 投向未知的眼力会更加的深邃 这绝对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其实关于天眼 关于天文 我们解决的一些未知的 各种各样的一些神秘 所以呢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一个视频 去先了解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划 lo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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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冯毅 在我们的冯博士上台之前呢 请先让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他 冯毅研究员 枝江实验室智能计算机平台研究中心 PI研究专家 2013年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 2021年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大学 冯毅博士长期从事天体物理领域的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快速射电报 引力波 脉冲星 恒星形成等 发表了论文30余篇 包括Science 正刊一篇 这是唯一的第一作者 Nature正刊四篇 其中一篇为唯一第一作者 Nature只刊一篇 作为主要合作者的Nature正刊成果 入选了2021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其实我相信咱们的冯博士 在研究天体物理的领域 一定有自己非常多的见解 更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一些未知的故事 让我们把时间和舞台 留给冯毅 让他带领我们一起 仰望星空 有请 我是枝江实验室的冯毅研究员 今天非常荣幸 能向大家揭秘 中国天眼捕获的神秘信号 那么提起中国天眼 相信大家一定不会陌生 尤其是在座的贵养的朋友 中国天眼Fast是我国自主建设的世界最大单口径 最灵命的射电望远镜 它的口径有500米 那么500米是个什么概念呢 相信在座的朋友有不少都在看世界杯 那么它的面积相当于30个足球场的大小 如果给中国天眼这口大锅装门水 它可以给世界上每个人分到四品 去年首次国际开放 收到了来自16国科学家 超过100分的观测申请 那么在今年 中国天眼快速射电报的成果 入选了去年的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那么快速射电报是个什么东西呢 我接下来给大家讲一讲快速射电报的故事 快速射电报于2007年 首次被美国的天文学家 Duncan Lorimer教授发现 由于他刚刚发现的时候 天文学家并不知道 它是个什么东西 所以以它的名字命名 叫做Lorimer Burst 那么它长什么样子呢 这张图就是这个快速射电报 大家可以看到 它随时间是一个倾斜的斜线 为什么它是一个倾斜的斜线呢 接下来我会给大家解释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倾斜的斜线拉直 那么它就是一条这个竖直的 竖直的线 把竖直的线叠加在一起 就是上面的这个脉冲的轮廓 那么Lorimer教授和中国天眼的关系 也是非常的密切 他曾经到中国天眼来访问 他热爱中国文化 几个儿子都在学习中文 我的师兄去Duncan Lorimer教授的 美国的办公室访问的时候 拍下了一张照片 为这个右图所示 Lorimer教授甚至有中文名 叫做罗当康 在2013年的时候 天文学家利用帕克斯望远镜 又发现了四例这种神秘的 天体物理现象 那么这下天文学家可以确定 它是来自于天体物理的起源 而不是人造的信号 比如说人造地球微星 或者是微波炉产生的信号 那么天文学家 根据它的物理性质 给它重新起了一个名字 叫做快速射电爆 那么快速射电爆 顾名思义 快速指的是 它的持续时间非常的短 持续时间大概只有千分之一秒 射电指的是 它只在射电波段被观测到 爆发指的是 它的能量非常非常的巨大 它在不到千分之一秒 释放的能量 比太阳在一连释放的能量还要多 那么这些连快速射电爆 这个领域快速发展 这张图展示的是 发现的快速射电爆的数量 随着时间的变化 目前已经有超过600多粒 快速射电爆被发现 其中有一类快速射电爆 非常的特殊 它会发出多个脉冲 那么我们把这种快速射电爆 叫做重复的快速射电爆 简称重复爆 目前已经发现了26个的重复爆 占总数的比例 大概只有不到5%左右 尽管这些连快速射电爆领域 发展非常的迅速 截止到现在 天文学家还是不知道 它的起源是什么 天文学家提出了超过50种 关于它的起源的模型 其中就包括超新星 还有磁星 还有这个西级的大质量黑洞 还有这个互相作用的双星系统 还有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的怪物 比如说这个最右边的那个咕噜流 那大家可能关心快速射电爆 在宇宙中的什么地方 它是在银河系内呢 还是在银河系以外 有一个非常间接的办法 就是通过射散的测量 射散的现象是指的是 电磁波的信号 在星际介质中传播时 与传播路径中的等离子体相互作用 造成信号的高频成分 比低频成分先到 也是这个LoramaBust所展现出的特征 星际介质是什么东西的 大家可以把它简单想象成 地球上的云彩 而等离子体是星际介质中的一部分 它是电子再加上离子的中性物质 在左边的这张图 用不同的颜色 代表不同的频率成分 快速射电暴信号的不同频率成分 到达地球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而这个时间的延迟 与被射散的程度是有关的 通常在快速射电暴信号 它穿过路径中的这个星际介质越多 那么射散的这个程度也就越大 也就是指导线倾斜 就更加的倾斜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曲线的倾斜 来计算快速射电暴的射散的具体数值 可以帮助我们得到 它传播路径上的电子的数量 那么快速射电暴在它所所在的星系 也就是宿主的星系 到达穿过茫茫宇宙 到达地球之前 它会穿过它的宿主星系的星际介质 也会穿过星际之间的星际介质 也会穿过银河系的星际介质 那么我们对银河系内部的星际介质 目前了解的是比较的清楚的 在右边的这张图呢 展示的是银河系的电子模型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模型 计算出银河系的电子 贡献的这个射散的这个数值 通过和这个我们测量处的射散的数值比较 如果我们观测得到的射散数值 比银河系贡献的数值要大 那么我们就认为这个快速射电报 它是来自于银河系以外 那么当然这是一个非常见解的方法 那么直接的方法就是 直接对快速射电报进行定位 在2017年 美国的这个虾米夏特级教授 利用VRA望远镜的数百个小时 对世界上首例的重复快速射电报 12-1102进行的定位 首次确定它在银河系以外的一个非常遥远的爱信系 那么快速射电报 那么快速射电报 评价为自LIGO引力波探测之后 天文学最为重大的发现 那么在这之后呢 天文学家对越来越多的快速射电报 进行的定位 发现它们都是在银河系以外 正当天文学家都认为快速射电报 都在银河系之外的时候 让天文学家非常震惊的事情发生了 那么在2020年的时候 天文学家首次发现了 来自银河系磁星的快速射电报 那磁星是一种磁场强度 非常强的一种脉冲星 它表面的磁场可以达到1000亿特斯拉 那么特斯拉是一个很强的磁场单位 人类在地球上实验室 制造的最强的磁场强度 大概是几千个特斯拉 那么和宇宙中这种最极端的天体 完全是小物见大物 那么中国天眼对这个银河系的磁星 也进行了观测 对它的辐射机制 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那么这一成果呢 和其他两篇论文一起入选了 2020年的世界科学十大进展 那么是不是说所有的快速射电报的起源 都是来自于磁星呢 那么天文学家对这个说法是持怀疑态度的 这是因为其他的快速射电报都在银河系的外面 所以距离我们的都非常非常的遥远 我们很难直接去观测它本身 以及它周边的环境 所以很难确定 是不是磁星发出来的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银河系磁星 发出的快速射电报呢 似乎和其他的快速射电报的性质 不大一样 那么这张图展示的就是银河系磁星 还有脉冲星 还有其他的快速射电报的这个脉冲的宽度 还有这个光度的一个分布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黄色的五角星 代表的是银河系磁星的发出的快速射电报 很明显和其他的这些星号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两个原因导致天文学家怀疑 银河系磁星可能是第三类快速射电报 所以快速射电报的起源 目前依旧是个谜 那么中国天眼每天产生的数据量是海量的 它每天产生的数据量可以达到几百个TB 那么一个TB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我的这个电脑它能够装的数据量大概是一个TB 就是中国天眼每天产生的数据量可以达到 可以装满几百个电脑 那么面对这么庞大的数据量呢 我们需要利用这个智能计算的方法 去搜寻这个快速射电报的信号 那么这张图展示了就是快速射电报是怎么搜寻它的 这个是快速射电报在数据中是倾斜的 那么一般我们会把这个倾斜这个给去掉 也是叫做消色散的数据处理 那么把这个斜线拉直之后呢 它就变成了这种数值的这种信号 把这种数值的信号把这个沿着频率进行压缩 就得到了像这种时间尺度上的这种意味信号 那么这样就能够把快速射电报给搜寻出来 那么这个数据处理流程呢 是国家天文台的刘成辉博士开发的 那么最后一步它命名为这个黄金 也就是说在中国天眼的海量数据中 它把这个黄金给找到了 那么搜寻工作 它做的是相当于是在沙漠中 把这个金矿给找出来了 那么刘成辉博士利用Crafts的数据 搜寻快速射电报 Crafts是Fast的多科学目标扫描 扫描寻天 是中国天眼的首席科学家 米地研究员所带领的一个项目 那么刘成辉博士呢 在Crafts的数据中找到了几粒快速射电报 在这个图中用红色的五角星来表示 由于这些快速射电报 它的色散子非常的大 距离地球非常非常的遥远 很可能诞生于宇宙孩童时期 同时 刘成辉博士的论文预言 在整个天空每天产生快速射电报的数量 是超过12万的 也就是说当大家仰望星空的时候 看似非常平和的这个星空 它每时每刻都有着快速射电报的爆炸 所以整个宇宙是非常热闹的 同时刘成辉博士在Crafts的数据中 找到了一个叫做190520的快速射电报 那这张是刘成辉博士的照片 那么190520这个之前也给大家解释过 它是2019年5月20号爆发的 这个它的名字也是非常的浪漫 这一成果于今年的6月份发表于自然期刊 190520是一粒非常奇特的快速射电报 它是世界上首例的持续活跃的快速射电报 那么持续活跃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其他的快速射电报 有的爆发一次就再也没有看到过了 有的是爆发几个月 然后就休息了几个月就熄火了 但是这个190520它特别的勤奋 我们每次用中国天眼去观测它 它都有这个快速射电报的爆发出来 除此之外呢 它是目前测到的宿主星系贡献色散值 最大的快速射电报 挑战了传统的色散分析模型 那么快速射电报领域的创始人 Duncan Norimer教授对工作高度评价 快速射电报190520是中国天眼Fast首次发现的 该发现挑战了我们对这些神秘现象 宿主星系的认知 那么在搜寻完成之后呢 我们需要进一步对搜寻出来的信号 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相当于在沙漠中找到了金矿 需要继续在金矿中把这个黄金给提炼出来 那么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数据分析方法 就是偏正的分析 偏正是电磁波的一种本真的性质 指的是电磁波沿着垂直于传播方向 某个特定方向震动的性质 那么国家天文台的这个青道冲博士 利用中国天眼精细刻画了 射频宇宙的偏正的特征 利用这个青气的载线自吸收的 斯大曼效应 精确测量了宇宙间的磁场 那么这一成果 与封面文章的形式 发表于这个今年的自然期刊的首刊 并且被同行专家高度评价 这是一个十分具有创新性的方法 并且这一结果是非常重要的 是革命性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注意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的 medios带战 对 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为内容的灏目 要闭上帝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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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清道聪博士的这一工作呢 充分反映了中国天眼FAST 具有偏证测量的优良性质 那么我们可以把中国天眼的这个偏证测量的优良性质 同样应用在这个快速射电报这一领域 那么在2019年的时候 李递研究员带领带领我们捕获到了快速射电报 121102的极端活跃期 一共捕获到了其1652次爆发 那么比此前发表的这个脉冲的总数还要多 那么这一成果也是入选了去年的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快速射电报FRB是来自宇宙深处的神秘现象 其持续时间仅为千分之一秒 却是宇宙最亮的射频脉冲 迄今为止 FAST的望远镜已经发表4例新FRB 均来自宇宙少年时代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李递团组 使用中国天眼FAST 对快速射电报FRB121102进行观测 获取了来自单一爆发源的世界最大样本级 FRB121102是人类首个确定其宿主星系的快速射电报 2019年8月至10月 FAST的成功捕捉其极端活动期 最剧烈时段达到122次爆发每小时 累计获取共1652个高信造比的爆发信号 跨越了三个数量级的亮度范围 首次发现FRB爆发率存在能量上的双峰结构 排除了单一雌星起源等多种模型 揭示了FRB的基础物理机制 北京时间2021年10月13日 《自然期刊》在线发表了这一结果 FAST拥有世界最强绝对灵敏度 将继续深入揭示FRB的奥秘 推进这一天文学全新领域 那么我对这1652个脉冲的偏证的性质 进行的精确的测量 但是令我非常惊讶的是 利用中国天眼FAST 我们并没有测量到任何的偏证 这和此前发表的结果是不大一样的 左边的这张图是已经发表的结果 在更高的屏段呢 它的线偏证度是100%的 但是从高屏的100%的线偏证 到了我们更为低屏的FAST波段 偏证就变成了零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 但是由于我们之前做过大量的测试 并且排除了很多原因 我们确定我们的这个测量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真实的物理的结果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是否所有的重复快速射电报 都满足这一规律 还是快速射电报121102是一个特例 那么我们接下来利用中国天眼FAST 还有美国的GBT望远镜 对五个重复的快速射电报的偏证性质 进行了测量 同时获取了其他的国际大型望远镜的数据 把所有的结果总结起来 画在了这张图里面 那么其中每一种颜色代表一个重复的快速射电报 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的重复快速射电报 都满足这种高频 横坐标代表频率 重坐标代表的是线偏证度 然后右边的是代表高频 那么所有的重复的快速射电报 它都满足高频线偏证度高 低频线偏证度低的这种特征 比如说这个绿色的这条线 它代表快速射电报121102 它在四季和赫兹的时候呢 它的线偏证度可以达到100% 而在这个1.3GHz的时候呢 它的线偏证度变成了0 那么既然所有的快速射电报 都满足这一规律 那么在这一现象背后呢 是否有什么支持这一现象的物理规律呢 我开始这个深度思考这一问题 那么在阅读大量的论文之后 我突然灵光一闪 我突然意识到在脉冲心的观测中 也有这种线偏证度 随着频率降低的这种现象 这张图展示的是两颗脉冲心的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100到200兆赫兹之间 它的这个线偏证度是急剧下降的 而在这两颗脉冲心前面 是存在着一团等离子体的 也就是这一团像云彩一样的 这个白色的物质 那么快速射电报的脉冲 通过这一团等离子体的时候 会发生这个多路径传播效应 就是它穿过不同路径上的 这个线片阵旋转的角度会不一样 那么最终到达地球的时候 把这些旋转角度不一样的线片阵 叠加在一起的时候 它的线片阵度就会降低 那么这种 偏证降低的效应呢 可以用 这个一个叫做Sigma RM的参数来描述 也就是 这个最上面的那个Sigma RM 一般它的环境越复杂 它的Sigma RM就越大 我们把右边的这个公式 应用在重复的快速射电报上面 我们发现 所有的重复的快速射电报 都可以很好的用右边这个公式来描述 不仅如此 年轻的快速射电报 它的Sigma RM 会比较大 对于年纪相对较老的快速射电报 它的Sigma RM 会比较小 这和我们的物理直觉是吻合的 在快速射电报刚刚诞生的时候 它的周边的环境会非常的复杂 而随着时间的演化 它周边的物质会逐渐的消散 Sigma RM也会越来越小 那这两张是示意图 这个东西代表是这个 发出快速射电报的天体 它可能是一个磁心 那么快速射电报通过它前面的这一团 像云彩一样的这一团等离子体 最后到达地球 由于这个不同路径上的 这个快速射电报的线片阵 它旋转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右边的那张图 是这个 这一团等离子体的横截面 我们用这个红色的箭头 来表示线片阵的这个方向 不同路径上 线片阵这个旋转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那么最终快速射电报的信号 到达地球的时候 需要把这些旋转角度不一样的 这些箭头全部都加在一起 这样最终加在一起的这个线片阵 就会比刚发出来的时候要变小 那么我们把这一结果投稿到科学期刊 得到了三位省稿人的这个高度评价 认为这一工作非常非常漂亮 那么也是于今年三月份 发表在科学期刊 科学期刊专门刊发了专家的特邀评论 对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 提供了探测快速射电报 复杂环境的独特方法 揭示了快速射电报 可能存在演化的阶段 而今日物理刊发台湾天文 与天地物理所所长的评论 这是更好理解 快速射电报周边环境的重要一步 而科学通报刊发了南京大学 王发印教授的评论 首次发现的重复快速射电报 线片阵具有随频率降低 而降低的统一趋势 为最终确定快速射电报的起源 提供了关键的观测证据 这一张是宣传图 可以看到这个快速射电报的源头 发出了快速射电报 分别到达这个右边的美国的GPT望远镜 还有下面这口中国天眼FAST 这一张也是一张宣传图 中国天眼精细刻画射频宇宙的偏正的特征 这张图是仿的复春山居图 那么这个快速射电报的源头 在这里发出快速射电报 我们用这个山峰来代表快速射电报 分别到达中国天眼FAST 还有下面的美国的GPT望远镜 由于中国天眼的灵敏度 比美国的GPT望远镜要灵敏十倍 所以中国天眼它能看到更多的细节 所以上面是中国天眼看到的这种脉冲的信号 而下面的倒影是美国的GPT看到的 它看不到那么多细节 那么下一步计划 我们计划进一步精细刻画射频宇宙的偏正的特征 进行Craft三满效应巡天 可以测量银克锡的磁场结构 之前提到中国天眼的数据量是非常非常庞大的 我们需要借助智能计算的方法 去帮助天文学家们进行数据处理 在枝江实验室 我们正在打造FAST AdLab平台 李蒂研究员是这一平台的首席科学家 陈华锡老师是首席工程师 我们将把Craft的数据 传输到枝江实验室的智能计算 数字反应堆 借助枝江实验室海量的计算资源 来进行数据处理 FAST AdLab平台将融合数据 知识 AI 进一步突破传统天文学研究的范式 支撑科学家做引领国际的研究 同时承担天文科学的宣导任务 打造权威的天文学社区 吸引更多的天文爱好者和公众 参与到天文的发现 这一平台将是重大的创新普惠平台 我们在之江实验室还在打造一个快速射电报的知识库 在脉冲心领域存在一个国际级的知识库 它收录有超过3000颗脉冲心的数据 论文的引用已经超过了2000次 而我们打造的快速射电报的知识库 将收录24个重复报 还有500多个非重复报的数据 其中6个是FAST首先发现的 未来记录的快速射电报爆发的总数 将超过1万个 构成领域的重大基础设施 中国天眼FAST目前一共有 五个优先的重大的项目 截止到目前已经有不少重磅成果永处 已经有超过100篇论文 其中7篇发表在自然期刊上 1篇发表在科学期刊上 那么中国天眼之前的总功能师 蓝仁东先生说 射电天文从追赶到超越 他想试一试 那么中国天眼口径已经超过了 美国的阿雷西伯望远镜 那么蓝仁东先生还说 中国天眼是给下一代所打造的 那么我很幸运能够使用中国天眼 做出引领国际的成果 那么我们这一代将不负蓝奥先生的重托 继续努力 继续利用中国天眼做出 引领国际的研究 谢谢 再一次感谢冯毅给大家带来的如此精彩的分享 我们通过冯毅的分享 我们了解到了天眼 FAST最新的一些科学的动态 还有包括刚刚提到的快速 射电报的一些最新的一些科学的结论 那么在现场呢 我也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天文爱好者 跟我们的科学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交流的机会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把那个交流的机会 给到我们现场的观众 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提问 如果大家有一些关于天文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 都非常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的冯毅 有一个更加近距离的交流的机会 就是FAST主要的这个科学目标是什么呢 FAST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 有这个中性氢 分子谱线 脉冲心 快速射电报 VLBI 还有这个SATI 谢谢 来咱们其他的观众 还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问题 来 好一个小朋友应该是一个天文爱好者 来 哦对 这个冯老师您好 就是您刚才也是有提到过 我们发现了一个快速射电报 那么呢 这个快速射电报是正在冲击诺贝尔物理学奖 那么呢 它是有什么原因能够达到冲击诺贝尔奖的程度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 我个人认为就是快速射电报领域很可能诞生 诺贝尔物理学奖 因为它是宇宙中射电波段最为剧烈的爆发 那么搞清楚它的起源 很可能对于基础物理有这种 会对基础物理产生突破 那么 我们中国天眼做出了 在快速射电报做出了一系列突破性的成果 那么很有可能在未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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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都看得出我们的冯毅呢 是非常年轻的科学家 但是我们现场呢 刚刚那个英雄初少年的小朋友提出的问题 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问题 可见就是自己本身应该是非常喜欢天文学 来我们再把话筒给到其他的观众 稍等一下哈 请问一下冯老师 这个天眼它主要的用途只是来观测宇宙吗 谢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据我所知 目前主要的用途是观测宇宙 有没有这个其他的用途 这个我也不大清楚 谢谢 来我们还有没有其他 我看到真的就是 大家的提问都非常踊跃 来 冯老师就是我想问一下 刚才您也有提到 能够发出快速射电报的这一些物质 它的外层可能会有一些等于子层 那么我想问的问题就是 那是所有能够发出快速射电报的 那种天体之类的东西 它们的外部都必须要有一个等离子层吗 谢谢 这位小朋友非常厉害 提的问题非常的专业 提问和天文学家提出的问题是差不多的 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实际上天文学家也对这个问题 并没有确切的答案 那么我相信弄清楚这个问题 对于快速射电报的起源 是有重要作用的 就目前的观测而言 绝大多数的重复的快速射电报 外面都是有这种等离子层的 对于这种非重复的快速射电报 可能这种等离子层是相对数量较少的 具体的还需要进一步的更多的观测 谢谢 小朋友提的这个问题 祖国的未来 我都觉得有点汗颜 因为我作为一个文科师 我基本上听不太懂 对 但是我也非常欣慰 因为这真的是咱们中国八九点钟的太阳 来 我继续把我们的话筒 给我们前面的这位老师 黄老师你好 我想问一下 在十八大以前 我们国家的天文 在世界的地位和十八大以后 我们国家有了天眼以后 在世界的地位怎么样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们有天眼以后 我们国家的天文科学者 人才的情况 谢谢您对这个中国天文发展的关心 首先是第一个问题 蓝正东老先生说 中国射电天文从这个追赶到超越 他想试一试 那么我想从绝对灵敏度的这个指标上 我们是已经站在了世界的巅峰 但是天文学它包罗万象 就拿射电天文学来讲 它还有这个分辨率等等指标 那么我们也会对中国天眼进行不断的升级 来一直保持领先 对于中国整体来说 相对于世界最强的国家 依然从整体上还是有所落后的 不过我想在党和国家的支持下 中国天文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国之重器 以及天文大科学装置的诞生 将极大的帮助中国天文从追赶到超越 至于第二个问题 就是中国目前天文人才 我个人认为还是有所欠缺的 像美国的天文 从事天文行业的人数是 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超过一万了 那中国总人口是远比美国要多的 但是目前从事天文的人数 肯定是小于一万的 大概只有几千人左右 那么我相信在党和国家的支持上 投入天文事业的人和人才会越来越多 谢谢 冯老师 那么我又有一个问题 就是那么快速射电报 它会对于我们人类的生存生活 包括人类对于太空的探索 对于深空的探索有什么的 有什么作用或者副作用 好的 这又是一个天文学家的提问 就目前而言 尽管快速射电报的能量非常非常的高 但是它离地球的距离太过的遥远了 实际上到达地球的信号已经非常非常的微弱 基本上对人类的生活 产生不了任何影响 对人类升空探测 目前来看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它的影响远比这个太阳爆发 太阳活动等要小 谢谢 其实刚刚的我们线下的朋友 给我们冯毅提问的这些问题 真的是非常的专业也有趣 同样线上的观众朋友 也会有一些和天文相关的一些问题 要问到冯毅 接下来我们将那个机会 给到我们线上的这个观众朋友 看一下他们都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要问冯毅 红星新闻记者提问 那么中国天眼FAST 目前可以观测到什么位置 FAST目前能够观测的天区 是吃尾的-14度 到正的66度 谢谢 我是昆明文理小学的邵怡婷 我想请教冯博士 你是清华的学霸 在探索的路上 你是如何面对失败的 谢谢 我认为失败并不可怕 最重要的就是从失败中吸取经验 然后继续努力 坚信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 谢谢 中国是您好 来自南方都市报有个问题想问您 据了解到快速射电报是人类为数不多的近乎一如所知的听闻现象 以快速射电报发现早了40年的加码射线报 课解家们从一如所知到破解谜传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 那么做解快速射电报的传用机还需要多久呢 谢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但是由于天文学 它的这个学科的特征 它是很难预测 这个每次观测都观测到了什么 所以什么时候揭开快速射电报的神秘面纱 目前也是不确定的 但是总体的趋势是我们对它的了解是越来越多的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可以揭开快速射电报的神秘面纱 谢谢 我是来自重庆市渝中区石油路小学 三任级一班的高阅系同学 我想请教一下冯老师 天赋和努力哪个更重要呢 谢谢小朋友的提问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努力比天赋更为重要 因为通过你自己的努力 实际上是可以提升自己的天赋的 当你思考一个问题 或者是练习一项技能的时间越来越长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在这个方面的天赋也会随之提升 所以我个人认为努力比天赋更为重要 谢谢 其实人类的起源究竟是来自远古还是宇宙 这是一个我们到现在都还在找寻答案的问题 我们在追寻真理的路上 科学让人变得更加的睿智 再一次感谢大家 今天和我们一起分享了冯毅和他的天文故事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